手上會痛苦 只會痛苦 痛苦 只是八年而已 左手連平舉都有困難 再往上舉就疼痛不堪 影響到黃女士日常生活 一直穿著身體 這樣就很不遏 不只穿衣服不方便 連要端起碗用餐都很吃力 穿著這樣 我拐了膚皺會掉 七十八歲的黃女士 曾經罹患乳癌 兩年前肩頸酸痛去針灸 結果左肩關節細菌感染 手術後 左手就不方便 二十幾年以前 六面堵堵乳癌 還要去開刀 乳房和飲料都拿掉 後來手術就鑽起來 才是乳房循環不好 到这个关节加上细境感染 淋巴水肿是乳癌患者术后 常见的后遗症 发生率约两成 乳癌细胞它有侵犯到 我们的腋下淋巴的时候 将病患的腋下淋巴 做一个扩清 可能会导致同侧这个上肢 会有淋巴水肿的情形 淋巴水肿不仅影响生活 因为循环不良 很容易像黄女士一样 一点外伤就感染 打针或者是抽血的状况 尽可能可以的话 还是避免掉 如果要针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我们在消毒上面 要非常小心 乳癌患者术后 有淋巴水肿情形 可以求助复健科医师 目前比较常使用的方式 就是淋巴引流按摩 还有可能会有一些 循环机器的辅助 利用漆压按摩手臂 帮助循环或是徒手按摩 都有帮助 从远端往近端这样子 做个淋巴引流 另外也可以自己做些 肩关节绕圈 拉手伸展 或是手指爬墙运动 都能改善淋巴水肿 如果有淋巴水肿 要避免手术部位附近 或上肢被虫咬 针扎产生伤口 也尽量不要佩戴手镯 戒指等等 避免阻塞淋巴循环 也可以减少感染风险